三月份起,悉尼早晚有些凉意了 蝴蝶兰也开始发花芽了 这是刚发现的蝴蝶兰花芽 从各种角度看看这个小花芽 花芽旁边那个带点红色的,那是个根芽 能看出来区别吗 这是一周以后的状况 这一棵叶子背面似乎要有点什么东西挤出来 会是什么呢?根?花芽?还是一棵小苗? 一周以后长成这样 似乎还是不太明确 希望是个花芽 这儿还有一棵也发了一个花芽 这个也很明显了,是个花芽 这儿挤出来的就是个根了 根儿也有可能是在叶面之上长出来的 不一定都是长在叶下面 我觉得吧,花芽将来是要长成花杆 开花的 所以从花芽的侧面看 依稀看到能分出结来 顶端也依稀看起来是要分半的状况 根芽的话 就什么都不分 就胖胖肩肩肩的往前拱 小苗的芽我依稀记得当初发出来是 顶端绿绿的特别的尖 一个小小的尖 然后稍微长一点 就有可能分出两个小小的尖 那个尖就是叶子的那个顶端嘛 所以很尖 而根芽和花芽的芽端相对的圆润一些 这些都是到目前为止我的观察 文心兰又要开花了 刚刚半开了这一朵 拍不清楚在风里摇来摇去 实在拍不清楚 并不尽多兴趣 课题 通过了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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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